如果说他明天没有打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道歉 激风詹勇然就是为了打 没网续击体力 气赛世大运混霜 谢正鹏更气的是 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我赛前我已经说 因为我为了你们 我放弃也没网 但是我不能保证说 詹勇然他们能打完 怒劈詹勇然气赛有机可循 反观自己为了世大运 放弃没网却落得两头空 甚至低头跟詹勇然 几乎拜托也没用 我当时进去也就是问他说 你如果真的可以打 那就打 那不行的话就算 我也就这样 然后我就先离开了 对了 那当下他是怎么回应的 他就说他试试嘛 然后我也没说什么 我就先离开了 对 所以是很短暂的 就很短暂的交谈 教练团沟通也无效 詹勇然的不是情况 令不少粉丝担忧 我觉得应该是身体上面 但是因为我刚刚真的 就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我现在真的还不太清楚 但是不是体能遭到无法上场 谢正鹏说自己不是的更厉害 质疑有这么严重吗 我当下抽筋的时候 我全身发抖 不夸张 我盖了十几条毛巾 我还是全身发抖 受不了他们教练才帮我送急诊 大前天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们 我不想影响士气 气赛风波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为谢正鹏留言打气 要他再接再厉 谢正鹏无奈回 已经不懂再接再厉是什么 毕竟一心想夺牌 却连上场厮杀的机会都没有 被迫隐恨 谢瞻两家恩怨情仇 再添一笔 如果是说真的受伤 中暑 那我只能说 那真的是好好休息嘛 对 然后每晚好好加油 三菱新闻中雨昂 唐一辰 A3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